清朝的妃子也不全部都是长相丑的 也有一些长相不淑明星的 有照片为证 慈禧 出身较低 能在众多嫔妃中脱颖而出 获得咸丰帝的宠爱 与她的容貌也有关 见过她年轻时面容的人 大多夸赞她长的美丽 德玲是慈禧身边的女官 据她书中描写 慈禧年轻时风姿卓月 明媚绚丽 光绪的真妃 容貌秀丽 皮肤细腻白皙 在美人中也熠熠生辉 思想开放 不拘泥于传统 她一进宫就和光绪专宠 末代皇后郭布罗宛容 偏若惊鸿 宛若犹 生于末代贵族世家的她 很快染上了毒瘾 最后死在监狱 藏地不明 阿尔德特文秀 蒙古族 于1922年以照片入选皇妃 成为溥仪的淑妃 她一生中最轰动的事 就是和皇帝离婚 堪称一代其女子